Yang 你好 我是Samuel Terry 今天非常開心有這個機會 我們能夠來跟您 還有跟從荒海的角度我們來聊一聊 整個的化合物半導體 整個所謂的這個市場跟機會 跟這個戰略角度的一個地位 那其實我想 董事長應該讓您也了解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過去這兩年當中 這個世界最重要的這個關鍵字 一個除了這個COVID-19 另外第二就是半導體 這個半導體的重要性我想不言而喻 那半導體的應用 從這個所謂的這個電腦 手機到電動車 甚至到國防各式各樣的應用 我想半導體其實是一個所謂的一個新石油 那我們也看到全世界各國都把半導體 當成一個國家重量 戰略型的一個這個地位 那這個台灣在這個全世界的半導體供應鏈 在過去這兩年當中也就是 這個角色跟地位不言而喻 不管是這個美國這個供應鏈的百日報告 提到台灣80次 或者是這個這個汽車晶片缺貨 大家都來找台灣幫忙 所以我想這個半導體行業 我想台灣在未來發展當中 會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跟地位 那除了所謂的這個 這個Silicon Base的這個半導體之外 我想另外一個在這兩年當中最熱門的話題 可以飛出這個化合物半導體這個為首 那隨了很多這種所謂的這個電動車 5G AIOT的這個新興的應用 那中國在整個的半導體的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也列入這個所謂的這個十四五的國家型計劃 那所以我們其實看到在整個的這個戰略性的角度 或是從市場的角度 我們看到這個EO的這個最近的報告 談這個他們在預估在2024年 就是SIC的這個Silicon Carbide 預計有30%的成長 那在這個Galien Nitrate 有將近70%的這種Compound Growth 到2024年 所以不管是從這個戰略的角度 跟從市場的這個機會 我們其實認為化合物半導體 絕對也是台灣這個產業 一個很值得關注的一個焦點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可能就聚焦來 特別聊一聊這個化合物半導體 一個國家型戰略的一個角色 好 那個謝謝Terry 對 是 很高興連續兩年接受SAMIT的訪問 是 我想首先我一開始我想先問您 SAMIT從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的角度 來看全球半導體市場 是 Terry 你覺得這一波化合物半導體的發展趨勢 對 是怎麼樣 好 那面對各國紛紛佈局這些領域 從您的角度來看 是 台灣有什麼競爭優勢跟機會 好的 好 我想先野人現步一下 這個我們其實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是從應用面來看 我們其實可以知道 特別在電動車 其實會用到很多功利半導體的元件 那功利半導體其實對化合物半導體的這種應用寬能系 其實是一個很大一個發展的機會 對 那除了所謂這個應用面的電動車 那其實還有看到很多像是綠能的行業 或者是在談這個5G的這個通訊 其實都大大的使用到所謂的這個化合物的這個快能系的半導體 那另外 從我們Semi最近的一份就是 就是Compound跟這個Power的這個Fab的這個report當中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從製造面的供給端 在這個2021年也有將近70億美元的一個CapEx的投資 這是在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化合物半導體 Fab的投資是歷史的一個新高 那隨著這個市場的這個需求 其實我們也看到在2022年 我們也預估有將近85億美元的一個巨大的投資 所以不管是從應用面跟CapEx投資面 我們覺得這其實都是一個成長的momentum 那當然陳如前面跟讓您分享 就是台灣有完整的一個半導體的一個供應鏈 從這個所謂的這個設計製造封裝 到所謂的這些設備材料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完整的ecosystem 那on the other hand 其實台灣在過去的數十年當中 其實也有LED產業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foundation 那我想大家其實也知道 LED行業基本上也是用所謂的化合物半導體 只是說它應用在發光 不是在做這個所謂的功率 但我覺得不管是這個sircon base的這個半導體 跟LED的這種這個產業鏈 我想其實已經為台灣在將來做這個化合物半導體 立下一個很好的一個基礎 那基於這樣子的一個foundation 我想其實也想請教Yang 您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就從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特別是在這個galan nitrate 或者是sircon carbide的這個 兩種的這個寬能系的新材料 其實是引引未來電動車新能源 甚至是在國防跟太空 而不可忽視的這個關鍵的這個技術 那誰在這個領域當中呢 有這個技術其實在未來的話語權 其實就會大大地增加 所以不知道從讓您的觀察來看 台灣這個半導體的這個 特別是在化合物半導體的這個產業裡面 它的重要性為何 那台灣企業應該怎麼掌握這個先機來做部署 來建構一個所謂的完整的一個產業鏈 對 好 那個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剛剛您提到就是說 整個半導體的生態鏈 在台灣是非常完整的 那可是針對於整個產品的生態鏈 如果以ICT來講 整個產業在台灣的生態鏈是蠻完整的 可是對於EV產業的完整的生態鏈 現在還不是那麼齊全 所以針對台灣我覺得來講 就是要把整個EV的產業鏈 首先是要把它打造起來 有了這個EV的產業鏈 它自然可以帶動components 包括這個半導體的產業鏈 來供應給這個EV的生態鏈 所以我覺得台灣首先要做的 就是把EV的整個供應鏈 要能夠打造齊全 聽懂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倡導 所以要做這個MIH 是 希望透過這個MIH的平台 能夠把台灣的這個EV的生態鏈 能夠打造起來 聽懂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先決條件 是 那第二個呢 如果我們看這些這個compound 尤其在silicon carbine上面 對 現在一部這個EV呢 大概會用到60顆 silicon carbine的這個components 對 那一個6寸的這個 這個silicon carbine的晶圓 大概可以做到不到500顆 也就差不多一個6寸等於8部車 所以這個需求是遠大於我們可以 這個這個遠大於我們可以supply的 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聽懂 如果我們能夠把silicon base的這個供應鏈 對 能夠在這個silicon carbine的供應鏈上面 能夠複製成功的話 複製成功的話 我相信我們台灣在這個寬能系 這個silicon carbine 或跟Nitride的這個半導體上 又多一個互果 沒錯 沒錯 那我想其實剛剛讓台灣這個台灣廠商的一些想法跟定位之後 我們其實也可以來想請教讓您覺得說 其實我們最近了解到政府其實也有在把這個化合物半導體 當成一個國家戰略的一個角色 那積極來做推動 那我記得不管是從科會辦 然後科技部跟經濟部 大家其實都有很多特別針對這些化合物的半導體的一些新的計畫 那所以站在一個廠商跟產業的角度 您是不是可以來分享一下就是說 政府可以跟產業怎麼來對接 廠商可以幫政府做什麼事 那政府又可以幫產業幫什麼忙 是的 我想那個政府對半導體產業的支持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目前台灣半導體產業 特別在人才這一塊是非常缺乏的 根據人力銀行的這個最新的統計 在2021年台灣半導體人才空卻已經超過兩萬八千人 對 那現在這個台灣美界半導體相關的這個科系的畢業生 大概是一萬兩千人不到 對 所以這個差距是蠻大 對 那鴻海呢我們大概目前也有在五到六千人從事半導體相關的工作的 然後面對我們這個整個電動車產業的起飛 對 那未來我們會需要更多的半導體的人才 是 在這一方面 政府可以幫助 可以大大來協助業界 來培育這些人才 對 那尤其是像這個歐美 日本等國家 他陸陸續都推出這個扶植半導體產業的一些具體的政策 對 我們的政府當然 第一個他非常熟悉半導體產業 所以他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是 譬如說在這個圍繞著這個半導體產業所需要的發展的環境 基礎的設施 人力的規劃 法規的調整 是 還有這個勞工權益的 要定出跟產業 定期的跟產業來這個交換意見 對 然後保持政策上的彈性 然後也要鼓勵大學院校增加半導體相關的這個獎學金 廣納全球優秀的人才能夠透過產學合作 給予一定的一些就業的機會 所以除了支持大學院校 政府也可以思考在以就業為導向的技術 技職體系 是 來培養基層半導體的技術人才 是 所以這樣子更接地氣的來滿足我們這個專業人才的需求 我覺得三美也可以以協會之資 來協助台灣的半導體的supply chain Eco的system 來好好來把握這股浪潮 對 所以看看三美可以協助台灣做些什麼 其實 三美其實我們在成立50年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有在協助這個LED相關的行業 我們特別是在台灣跟著LED產業 這個過去數十年的七七伏伏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也都跟這個跟化合物半導體的Ecosystem 是有一定的協助跟所謂的這個engage 那我們從2017年就開始把所謂的這些功率化合物的半導體的這個上下游的Ecosystem 還有產觀學員 我們其實就有搭建一個所謂的委員會的平台 所以我們其實定期的在這個platform上面 我們一起來討論化合物半導體 還有公立半導體的一些所謂的市場機會跟面臨的一些挑戰 那同時三美因為是一個國際的平台 所以其實我們在歐洲 在日本 在中國 其實有對應到的這種所謂的power跟opto的compound的committee 所以其實在過去的這五六年當中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促進所謂的跨區域的一間產業的交流 我想畢竟這個行業是一個全球的行業 台灣絕對不能置身事外 所以怎麼透過SENME的platform在國際上面做一些交流 我想這是我們第一個在做的事 那第二個部分是談到剛剛央林提到的人才的部分 那其實大概兩三年其實也是我們一直在倡議台灣 就是說這個全球半導體人才的這個缺乏的問題 那我們也很開心在這個去年年底到今年初 台灣把這個半導體學院的這個想法做成立 那這個半導體學院的這個過程中 當然其實我們也希望把所謂的一些化合物半導體的一些人才的培訓 能夠也納入這整個的大計劃當中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個大計劃當中 我們也有找了像是陽明交通中山清華 還有像中正還有像是穩茂合金 就是希望能夠做這個所謂的產學之間的一些交流跟媒合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讓有更多有志之士能夠除了在Silicon Base之外 能夠來做跟化合物半導體相關的這些研究跟就業 另外就是說陽可能也知道我們每年在9月有一個大型的半導體的這個展覽跟論壇 那在從2017年我們也持續的在舉辦這些功率化合物的這個半導體的一些論壇跟展覽 那在這個會議的論壇當中我們也找了像很多國外的這些Cree 或者是像是這個台灣的這些穩茂 甚至譬如說把應用面把這個Porsche B&W 這個終端的這個市場 或者是這些充電的相關的這些ecosystem 都能夠在台灣做一些經驗交流的分享 那最後last but not the least 就是Semi其實在過去的這個50年當中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一個foundation是做所謂的產業標準 那我們也試著希望能夠透過化合物半導體相關的一些產業標準 幫台灣的廠商有這個增加國際參與跟建立標準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個大概是Semi站在一個全球產業協會在這個領域做的一些貢獻 接下來可能也想請這樣來分享一下 我們大家其實都可以看到就是鴻海在最近 特別是在這個Silicon Carbide跟Galien Nitrate上面 其實有蠻多的一些新的initiative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鴻海對這個未來的這個產業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期許 或者是鴻海這麼一個大哥的姿態能夠帶領大家 那尤其最近我們大家都很開心看到這個鴻海就是跟這個擺了萬宏的廠 我們大家就非常期待鴻海在這個新的化合物半導體上面會有一些新的做法 是不是可以請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鴻海一直這個追尋的一個原則就是如何替這個客戶解決他們的問題 現在EV的這個整個產業裡面大概有三個主要的問題 那第一個就是EV的充電時間太長 或是它的續航力不夠 不像這個汽油車那麼好 那第三個就是它的價格比油車貴 大概有這三大問題 那如何解決這三大問題 這是我們一直想要智力解決的 是 所以如果我們看整個這個EV裡面 大概成本結構裡面有 哇 百分之三四十會是在batteries 那另外百分之三十大概就是跟半導體有關 那在這個將近百分之三十四十左右的這個半導體裡面 又有非常大一塊是跟功率原件是有關的 聽懂 所以我們一直在看這未來適合解決EV這個的那個三大問題的 所需要的半導體的技術是什麼 是 那我們這個經過這些research 發現Silicon Carbine 會是未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solution 那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個今年八月 買下足科的這個望紅的半導體 其實我們買那個六順廠 其實為的就是Silicon Carbine 雖然這個六順廠它不是做Silicon Carbine 是 那我們可以透過我們這個一個一個新的投資 可以convert這個fab可以去做Silicon Carbine 是 那我也跟大家有提到過說這個Fab是以研發以及小量產為主 是 因為很顯然的它的這個產能 總共只有這個一個月一萬五千片 是 顯然是不夠 所以我們只能做這個小量產 那未來的大型的量產呢 會我們再會有其他的方式來做 是 那所以在這個半導體的部分 我們在這個八月份 這個買下了望紅 那再加上我們在過去 在福山我們有一個八寸廠 沒錯 然後我們後來又在馬來西亞也involved 在Soterra的一個八寸廠 我們等於是有一個六寸廠跟兩個八寸廠 那這些都會是瞄準在Power 是 RF 對 還有這個CIS上面的應用 是 希望透過這些呢 這些產能的準備 讓我們EV的客戶 他不再有產能方面的問題 是 那我們在同時我們目前也跟很多家的世界級的半導體公司 也展開了討論 對 未來會有合作 是 我們會在適時的時機宣布 有關這些半導體相關的一些合作案 是 那除了這個產業面的佈局呢 我們也在前沿的技術發展上 對 也有所著力 去年六月我們鴻海研究院 也正式成立了這個半導體研究所 是 那寬能半導體是被列為我們主要研究的項目之一 透過這些產學研的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 再創一個等同於細半導體的一個產業的容景 聽到一樣這樣分享非常 非常exciting 我想說 第一EV是一個很大的市場potential 是 那鴻海站在這個重要的市場當中 不但是掌握了市場的機會 那更重要的是能夠解決這個battle net 那這個battle net的過程中 又可以替鴻海創造出一個新的視野體 是 那 聽一樣分享到不管是現階段的一些投資 然後再一個未來的規劃 我想我們Semi在那一個國際保障級產業協會 捲不住那個深開雙臂 那個歡迎 謝謝 就是鴻海擁抱整個的半導體的行業 謝謝 謝謝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最後請讓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 這次我們 接下來我知道鴻海 這個第三季的這個 Next Forum的一些感想 或者是對整次活動的規劃 是不是有些好玩 或者是新奇之處想要跟大家來做一些這個分享 是 我們今年9月9號 是我們Next Forum在半導體上 是 一個專題 對 那我相信在台灣 在全球的半導體業界呢 產業一直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 對 那寬能系半導體的技術發展 也是產業界目前非常高度關切的一個議題 是 我們很榮幸 那個鴻海研究院有機會跟SEMA 是 一起合作舉辦這個Next Forum 是 我們 確實會邀請台灣產學業界的精英 一起來探討 對 如何為台灣在次世代半導體制領域呢 能夠做出更多的貢獻 是 我們非常期待論壇能夠順利圓滿成功 是 謝謝大家 是 我想這次的論壇我們自己也非常開心 這次有這個機會能夠跟鴻海 或者是鴻海的這個研究院的一流的這些高手 一起來共同規劃這個三天的這個program 所以我想今天非常開心有這個機會 那能夠訪問到劉董 然後特別是在這次的Next Forum Semi跟FastCon有一個很好緊密的配合 一起來為台灣的這個寬能系化合物半導體 來共同推動跟剝化產業的未來 讓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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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谢谢